大家好,我是关心 相信大家在生活中都遇到过自私自利的人 他们的座右名就是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用古人的这句名言来为自私找一个名俊言顺的理由 其实这完全不是古人所要表达的意思 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的真正含义 这句话出自于佛说时善业道经 原文是这样子的 人生畏己,天经地义 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那其实这个人不畏己,天诛地灭 这个畏啊,应该要念成为 是修养修为做出来的意思 那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如果不注重自己的修养和修为的话 那么将很难在天地间立足 人生修为,或许你会说 这对我来说太遥远了 我不过是一个普通人,谈不上什么修为 那其实啊,古人所说的人生修为 就是树立人生目标,完善人生价值 比如说儒家的人生目标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境界 内圣说的是修身养德 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外王讲的是其家治国平天下 要为社会做出自己的贡献 同样呢,史家也有三不朽的人生追求 分别是立德、立功和立言 也就是道德成功、事业成功和学问成功 立德和立功是达到内圣外王的基础条件 而达到之后我们还要能立言 要有自己对事物的独立的主张 那这是儒家史家所解释的人生修为 那我们工作生活中 比如说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业绩 做到一个什么样的职位 在这样一个完成人生目标的过程 不断来善自我修正自己的行为 那也是一种人生修为 第二种解释是说 人要为了自己的基本权益做斗争 我们知道分建统治大多是压迫劳动人民的 在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意思当中 就包含了儒家的人本思想 意思是当劳动人民受到压迫时 要为了自己的合法利益去要求 去和压迫势力做斗争 如果连做人的基本权益都不去维护 那就会被天诛地灭了 所以不要再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理解成自私自利的借口 千万要记住了 老祖宗可不背这个锅 好了今天就和您分享到这里 欢迎您留言评论关注转发支持我的节目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